阿基塞曾经接受我们中视主播哈远宜的专访 泪撒摄影棚谈到的就是跟老婆的间谍情深 阿基塞跟他的老婆吴金钊结婚超过有34年了 他泪流满面的说当时呢 看老婆跟他共患难 两个人携手还债了有700多万元 可以说是一对患难夫妻 而阿基塞也说 他对自己的妻子一向很坦白 纵使由女粉丝向他示爱 他也会向老婆来说清楚讲明白 所以现在阿基塞跟阿基嫂 是不是感情生变了 现在粉丝都很关心 阿基塞阿基嫂代言的油品广告 阿基嫂风云尤存秀外惠中 有着台湾女性亲切的形象 阿基塞曾经多次的感谢妻子 在她人生最困难 悲债700多万的时候 仍然选择苦手在她身边不离不弃 对于吴金钊的恩情 阿基塞敏感五内 她甚至于还因此泪洒中式的摄影棚 我听了当时很难过 对不起大伯 后来我说 我说你不用跟我对不起 你没错 是我不对 我今天出生在这个家庭 我没有办法 我是长子 你说我今天背着父母亲 我可以不理他吗 我做不到 那最后她就抱着我跟我道歉 我说好了没事睡觉吧 阿基塞和妻子吴金钊结婚三四年 感情一直不错 彼此信任坦白 会经常收到女粉丝写来这个示爱的信件吗 有啦有啦 但是很坦然啦 没有过多的联想 或者思考 没有啦 对碰到这样的尴尬场面怎么办 女粉丝到现在像个示威 没有什么怎么办 赶快把手机给老婆看 我说太太赶快 套码跟我换掉 再买一个新的手机给我啦 据实回报就好啦 听说还有女粉丝跟你告白 说连名分都不要 是 这样也不行 当然不行 别玩了别玩了 阿基师从不吝啬 在节目中公开的向阿基嫂示爱 阿基嫂 我是林安 下一辈子还要给我做老婆 感谢你这一辈子对我的权力相挺 阿基师很感动 感谢 加油 一辈子爱你哦 阿基师非常在乎阿基嫂 在录制深情告白的时候 脸红心跳 一时语无伦次 立刻变成小男人的模样 好害羞 阿基嫂 我是林安 哎 安定了 我没来吃饭的饭饭 我没来吃饭的饭饭 我饭饭 我没给你添 夫妻本是同龄鸟 两人的感情面临考验 会纷飞吗 粉丝都非常的关心 记者 陈世恋 周莉莉 台北报道 陈世恋